人标题《青城时光》已更新一大半总网播量 仅25亿赵丽颖号赵丽下奖 赵丽颖是个艰巨人气 颜值与演技于一身的实力派小花 近两年来主演的电视剧都成为了爆款 像花千古是国内首部网播量超过200亿的剧 还有上一年暑假上线的《楚桥传》是国内首部在播期间网播量超过400亿的剧 奠定了它电视剧意义写的地位 近段时间 它主演了《你和我的青城时光》上线 颜值与演技艺依然在线 但成绩却并不是太理想 卫视的收视率 魏波一 不抵董基主演的《幸福一家人》 一直排在第二个位置 而网络平台上线更惨 现在已经更新到33集 已经上线了一大半了 虽然现在占据了网播量日报 但总的网络播放量才25亿多 在半年网中排到了第25位 不少网友质疑赵丽颖 在公布官宣与冯绍峰的结婚喜讯之后 粉丝托粉号召力下降了 电视剧意姐的地位不保 这样的成绩确实与电视剧意姐的地位不相符 也有人反驳该据是在腾讯爱奇艺双网络平台上线的 爱奇艺现在不公开网播量 这25亿仅是腾讯的播放量 两大平台加起来远远不止这个数 按照这样的算法 爱奇艺的网播量算 跟腾讯一样是25亿 也就是说截止到现在也才50多亿 也不是很多 距离大结局只剩下17集了 这意味这该剧最终的网播量 差不多会在百亿左右 百亿级别的电视剧 对于其他的女星还说可能很多 但对于影报来说确实少了点 从网播量半年榜来看 现在排在第一的是 今年的第一爆款剧《沿袭攻略》 由于正指导的后宫大剧 取得了180多亿的网播量 而排名第二的是由霍建华周迅主演的 后宫斗争剧《独艺传》 也取得160亿的好成绩 第三则是由杨子邓伦连魅主演的相维成绩 也还不错高达140多亿 第四是杨幂的《扶摇》 也有140亿 这样看下来 赵丽颖的这一部《你和我的清诚时光》 也只能勉强排到第五的位置 该剧其实还不错 剧情紧凑高潮不断 赵丽颖饰演的女强人林浅 没让人失望 男一号金翰饰演的《退伍特重兵》 霸道总裁 暖心男友等角色都让人很惊喜 自演绎得很好 还有刘凯威 于浩明 周一维等配角也都很不错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剧中出现大量的抠图 即男女主角 配音后期制作并不好 很让人出戏 这也是网友吐槽的最多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